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近呢就是跟大家一起在排练新歌 因为我们新专辑马上也要发了 对吧 然后每天就是上任舞蹈课 然后上任声乐课 然后还要发微博 发微博其实 最近小松老师 弹了挺多曲子 准备发微博 然后 让我看看弹幕上 有什么问题 可以发个问题 让我来回答吗 刷得太快了 我都看不到 哦 如何变漂亮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 如何变漂亮 我只会回答如何变帅 如果要变帅 变好看的话呢 就要多吃菜 小松老师现在就在 每天坚持地吃菜 对 然后 多出去运动 嗯 不要 老师宅在家里 对 然后可以出去逛逛商场 然后可以 嗯 但是一定要戴口罩 然后 直播期间我们会有抽奖 最近长高了吗 最近还是长得有一点点高 上次量好像是180 然后这次量已经182 差不多几个月的时间 我本人也感觉有点 哎 刚突然没声 啊 轩轩晚上吃什么呀 轩轩晚上吃了 哦 轩轩还没吃饭呢 我发现我还没吃饭 为了直播 现在还没吃饭 然后 为轩轩疯狂打call 我也为自己打call yes 嗯 一会儿去吃什么呀 一会儿应该就去吃 喝饭吧 开个玩笑 呃 就是想去吃点烧烤 因为明天就要离开重庆 好多重庆的美食还没有品尝过 大家知道有什么重庆的美食吗 我可以给我推荐一点 重庆小面我吃过了 什么盒饭好吃 冰粉我也吃过 有没有什么 好吃但是又 呃 好吃而又 有一点不是那么大众的小吃呢 哦 德克师 德克师非常大众 烤脑花 哦烤脑花我还 我记得 德克师他们吃 我实在是 吃不下 我不喜欢吃动物内脏 喜欢他吃他的肉 烤勺皮确实挺好吃 哦 馒头 馒头真是我最喜欢吃的主食 馒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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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什么呢 对烤馒头 烤馒头也是 烧烤的一种特色 加上蜂蜜 我的天呐 这是 回肝 在嘴里回肝 罗湿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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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罗湿粉啊 我一提到罗湿粉我就想到 我们广州那边有一家罗湿粉 就挺好笑的 就见在厕所旁边 因为怕 可能是想 揹锅给厕所吧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 因为我们每次 去厕所的时候 经过那家罗湿粉 都感觉 哇 真的好臭 因为我本人也没吃过罗湿粉 而且那次 在北京啊 在北京 赫尔和丁 他们 煮了一包罗湿粉 结果 闹得 闹得大家都睡不着了 因为太臭了 但是好吃是真的好吃 香是真的香 就是有一点点臭 好 那现在小宋老师 为大家呈现上一首歌吧 为大家唱一首歌 我可以站起来唱 对象 出品的歌 拒绝成长到成长 变成想要的模样 再举手投向一切 让我再陪你一段 陪你把眼路感想 获出了答案 陪你把独自孤单 拥抱成温暖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 我没离开陪伴时 最曾经的告白 陪你把想念的算 拥抱成温暖 陪你把彷徨 持出心结来 未来多漫长 再漫长 还有期待陪伴你 一直到故事也说完 我可以坐下唱吧 各位 让我们静静分享 此刻难得地坦白 只是无声地交谈 都感觉幸福感觉 孤单 陪你把眼路感想 获出了答案 陪你把独自孤单 变成了勇敢 一次次失去又重来 我没离开陪伴时 最诚惊的告白 陪你把想念的算 拥抱成温暖 陪你把彷徨 写出心结来 未来多漫长 再漫长 还有期待陪伴你 一直到故事也说完 因为坐下可能 会好发 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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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陪你把彷徨 陪你把彷徨 写出心结来 未来多漫长 再漫长 还有期待陪伴你 一直到故事 可以说完 OK 小孙老师第一首歌已经完成了 萱萱这是什么歌 萱萱可以告诉你 这是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然后歌手是陈奕迅 cover萱萱 为什么选这首歌 因为这首歌我觉得蛮适合我的 然后觉得歌词也很 就感觉对你们唱的 就你们一直陪伴着我 陪伴着TNT 这首歌非常的表 把我们之间的感情表达的淋漓尽致 非常厉害 那么我们开始下一个环节 现在唱完歌了 我们可以开始玩一个游戏 也不是游戏了 就是拆盲盒 以前小彤老师也被盲盒坑到过 花六十多块钱买了一个盲盒 结果抽到不是自己喜欢的 还是有那么一丢丢的坑 然后现在我这里有八个盲盒 让大家扛一扛 这种盲盒 那大家想先拆哪个呢 请把想抽的数字打到公屏上 一到八 三 二 一 哦 七 让我们看看七号盲盒 七号盲盒 哦 是一个大冒险 完成上一位成员 丁程鑫留下的表演任务 表演坐过山车时的表情和心理 情绪的变化 过程 并给下一位做直播的成员 布置表演任务 他都不知道什么任务 哦 我还要给下一位成员 布置一个表演任务 表演坐过山车吧 表演坐过山车时候的心情和坐过山车过程当中的一些表情 就是他的心理路程 表演出了 这个很难 希望他加油 我也知道很难 呃 坐过山车 说实话没坐过大型的过山车 只坐过那种家庭过山车 那种坐着玩的过山车 然后现在是要表演 呃 让我运了一下 然后 坐过山车的时候 一开始是非常 害怕的 让我坐下去 看我开始表演了 细节太多 好 到了上坡 然后 你叫我啊 他会选 选 停留停留在最高点 然后 怎么还不走 然后 当他冲下去的时候 就是 在尖叫的时候 叫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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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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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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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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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整个夜晚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就算是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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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的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我妈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我在想 杨栋梁 太太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杨栋梁 在我的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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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告诉大家一定要朝着自己喜欢的目标去追逐 朝着自己的梦想而努力 这样才是人生才是职责 说了这么多 那我也非常满足了 然后就 就干嘛呢 直播小助手上线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萱萱 哈喽小桑老师 有什么 给我提问的问题吧 大家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那种 比较 比较那种的问题 那种 就是你们平常在那个 微 然后我去回答的那种 太高兴了 哦 萱萱好像听不见 哎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谭文威老师那首 嘉行僧 真的特别厉害 这是萱萱 这是小宋老师 15年最喜欢的一首歌 对 呃 呃 然后 下一个环节 就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吧 嘿嘿 给大家带来一首 非常经典 经典 而又 好听的歌 是一首 看是一首 大种歌吧 非常出众 你们肯定听过的 一放前奏 你们就听 music 哈喽 直播小助手上线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对 好 非常多的报名花 都在报我的忙 对 因为我们今天 已经到了 发福利的时间 哦 好 好 那呃 这边的话就请 就是 今天的话是 小宋同学的 就是直播 然后为大家准备了 非常多的那个福利 对 所以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发放 第一个福利吧 对 那这边的话就 呃 请就是小宋同学 我们喊一下321 然后我这边来 就是 截取一位幸运的粉丝 对 那请大家就是把 呃 就是我说的话 打在公屏上 请我们小宋同学 喊一下321吧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还记 还记得 我们曾经 肩并肩 一起走过 那段繁华 伤口 尽管你 我是陌生人 是过路人 但鼻子 还是感觉到了 对方的 一个眼神 一个心跳 一种 意想不到的快乐 好像是一场梦境 你重注定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世界知道 为何我们相遇 难道是缘分 难道是天意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你存在 我深深的脑海里 我的梦里 我的心里 我的歌手里 你存在 如果小助手上线 我看到非常多 就是暖心的光米花 都在帮我 Cue 就是我们的小松同学 好 那这边的话 就我们来 发放今天的 第一波福利吧 对 好 那这边的话 就 那个 说我要回家 来 现在备用小助手上线了 稍后 亚轩会提出 一个任意的问题 然后请大家把答案 打在公屏上 然后我们通过 三二一倒数的方式呢 来抽取一位 回答正确的粉丝 获得 由亚轩签名的 一个玩偶 对 好 那这边的话 就请 就是我们的轩轩 我们提一个问题吧 现在小松老师来提问一个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随便都可以 大家还记得我第一次 不是 大家还记得小松老师 第一次进公司是什么时候 三 要说出准确的月份 日期不用说 要说出 几几年 几月份 我要三二一截屏 好 三 二 一 咔嚓 2016年11月 不对哦 好 那这边的话 就请小松同学 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对 小松老师 确实是2016年 进的公司 但是是进公司 不是来公司 不是来 不是来 集训 是正式的进公司 大家还记得 我的小松老师的微博 是什么时候创临 那就换个问题吧 有一点 有那么一丢丢的难 小松老师是 十月份进的公司 我记得还那么清楚 2016年 11月 好 换一个简单的问题 嗯 问大家一个常识题 请问 马尔代夫的首都是哪里 开始截屏了啊 一堆问号 来了 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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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尔代夫的首都 三 二 一 截图 好 那请就是小松同学 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 截图了吗 截的是哪个 好的 好 我们这边已经截取到了一位幸运的粉丝 然后的话 那就是是哪位幸运的粉丝呢 明天会公布在就是小松同学的歪歪动态里 大家一定要记得回来哦 看一下自己是不是 就是华盛顿 华盛顿 好 那我们可以请小松同学继续下一个环节了 小松老师直播结束后会去吃什么 来吧 这个问题够简单吗 三 二 一 截图 这个 让我吃盒饭的是 怎么这么让我过意不去呢 哦 截图了吗 截图在哪里 要签名吗 好 小松老师就献上自己的千铃 在这个小狸猫上 哦 给他没中间 画一个爱心 他画了几个睫毛 是不是非常的 cute呢 这个小狸猫 然后现在 我 我还不知道截图的结果 这个小狸猫呢 就 随风去吧 然后我们开始 下一个环节 这是游戏环节哦 逻辑造具挑战 请将随机 匹配的三个词语 进行逻辑的造具 随机抽取 十八组词语 限时十分钟 需要被粉丝认证 有逻辑 造具 超过十句 其实这个 游戏之前玩过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就是 那次 好像是 台风 黑面之战 就是蹦极那次 蹦极 幸好小涂老师 集中生智 赢得了比赛 所以就不用蹦极 那现在有 十八组词语 小涂老师开始了 需要你们认证 好好 阿卡贝拉 Bbox 合唱团 怎么那么玩笑 啊 合唱团里有人唱 阿卡贝拉和 有 有一 有 合唱团里 有一些人唱 阿卡贝拉 有一些人唱Bbox 有逻辑吗 逻辑吗 快让我坑一坑 哦 有逻辑 茄子 惠猪 骑单车 这 骑单车 拿茄子 惠猪 可以吗 有逻辑吗 有有有 两个了啊 根本不需要十分钟 鞋垫 表情包 锤子 这么难吗 我的表情包是 用鞋 用锤子砸着鞋垫 哇 有 有 有有 你们真是 太好了 杜兜 爆炸头 承受 我裹着杜兜 烫 烫了一个爆炸头 承受着 承受着什么 承受着耳机的重量 有吗 有有有有 等一下啊各位 我先把讲诚说了 挑战成功 宋亚轩帅气三连拍 第二天分享到歪歪动态 然后挑战失败 宋亚轩搞怪三连拍 希望大家一直说有 怎么回事 然后我们下雨 已经三个了 啊 哇哦 上楼 哥哥 什么呀 怎么半步都在刷没有 我还没想到 哇哦 上楼 哥哥 哥哥上楼的时候 哇哦了一声 太久了 嗯 哥哥 我上了一声 我上了 我上楼的时候 叫了一声 哥哥 旁边的贺俊凌 哇哦了一声 可以吗 有吗 有吗 可爱可 我还想到一个 哇哦 太羞了 太羞了 我们下一个 哇 馒头 浮夸春丽 春丽头上有两颗浮夸的馒头 可以吗 我 这个 这个用户 什么什么什么 他说你说傻就是傻 非常的银信 都说有了 那我们下一个 已经过了多少个了 问号 脸 脸 脸颊爬山 他贴着我的脸颊说 一起爬山吗 我一脸问号 哇 可以 非常棒 花生 兄弟打球 兄弟打球的时候 踩到一颗花生 有有有有有 我们已经过了多少条 最后一个 对视 葫芦娃 狂奔 葫芦娃与我对视了一眼 狂奔到街上 葫芦娃跟我对视了一眼 狂奔到 葫芦娃跟我对视了一眼 叫了我一声爷爷 然后狂奔到街上 我太占便宜了 可以吗 厉害 已经十个了 完成挑战了 那我们接着就 帅气的三连拍 2 3 2 3 4 4 5 8 8 1 绝帅 下一个环节 明场面在线 直播活动之间 在微博发起 我最爱的宋亚轩明场面评选 得票最高的部分 由亚轩当晚在直播中 再次呈现给粉丝 那我的名场面是什么呢 哦 怎么连上音箱了呀 这一段时间 我现在有点 我 我可以 请我 我 请我 请你 我 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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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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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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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当季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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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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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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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